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谈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南部 这一位安教会的会长 台湾也是鬼谷子说鬼谷子的第几代 结果有一天写了信来给我 他来找我不在 写信给我 说他安教的什么 发明什么 能够赚大钱可以赚几亿怎么样 你要投资怎么样 我看一看笑笑 这个不是鬼谷子的传宗接代的 他的后裔也不是他的祖师 不是他的弟子 真正鬼谷子的弟子 我们大家真正鬼谷子的弟子 开发大智慧安保大家的心 不是让大家起烦恼心 这才是真正鬼谷子的智慧 结果他写信来他能够赚多少钱 打电话给我们冯史密 冯史长告诉他说他那里有花瓶了什么 有赚多少钱怎么样 结果都是空谷 不是真正的大侧大物质 所以各位 我们现在很多坊间的 世间的宫庙 当你起一个宫庙起来 一个宫起来的时候 有缘的人就会来 来了开始要投资 叫你投资 做住宫的人 庙的住宫的人 我知道什么会开几号 你们多少钱来 股票什么会涨 你们多少钱来 大家成立一个公司 我告诉你 神不在世间开公司了 你要弄清楚 这个很多人是这样 我看了很多很多的宫庙 那有什么 不是真正的顿悟者 这个要很小心 要小心 身物上圣物不如也 他不如他 不如慧能大师 且无视五子千传法御 其土然而 神秀大师告诉他的徒弟们 这个五子大师 五子传授法御 法御代表一切法 给六祖 其土然不是轻轻拆拆的了 现在这几年来 我们有一些信徒 一些师兄在烦恼 师父接下去要传给谁 很多都在烦恼了 师父啊你要传给谁 我现在也没有谁可以传 大家都可以传 我传大家 没有传个人 我该传的传大家去领 也不是说 这个 把某大师 告示六子会的大师 一花开五夜 结果自然成 一花开五夜 各位啊 我们不能随便得罪人 当你一个华席 你帮助一个人 你度一个人的时候 一花开五夜 一夜都有250个有缘的人 五五就一千两百五十人 一千两百五十人 所以各位啊 你们随随便便去得罪一个人 的时候 你就会撕掉一千两百五十人的 善因缘 你们即使做生意 受到占便宜了 你还是这个便宜给他占 因为他占你便宜 他会还你 想办法还你 要还你一千两百五十倍 你放心好了 你让人家占那便宜 他要还你一千两百五十倍 相对你占别人的便宜 你要了到一千两百五十倍 这很恐怖哦 一花开五夜 一个心 如果 这五夜 一个树 然后彼此生 你这个五行 喜怒哀怒苦 这一些 你如果再实时表达在你的身上 你去伤害到别人的时候 你会失掉一千两百五十人的姻缘 可见 我前辈子都没有得罪你们 是不是 相对 你也不要得罪我 得罪我下辈子 可能听你们讲经说法 我会听不到 因为我修行还不够的话 可能还有怨恨心 怨恨心 到时候 我们的缘又没办法续下去了 但是没有关系 这个我不要罪你们就好 不要对不起你们就好了 因为 一就是一千两百五十人 所以佛经里面 常常讲一千两百五十人 剧里面的内涵 残疾在这里 各位事业要成功 不能夺罪任何一个人 无恨不能远气清净 神秀大师 他心里就告诉地主 恨不能远气清净 虚受国恩 他当时也是国师嘛 他进入到 这个宫廷里面 当为国师 虚受国恩 如等诸人物质 以使地叫大家的徒弟 不要停在这边 我常常鼓励我们的同修师兄 你有碰到很有实修的法师 你们要去跟着他们去修行 去结言 去续言 去听他们讲经 讲道 可以去 你们不要怕说 书父会生气 你们不会去 接受更好的 更有修行的大师们的开示 我才会生气 怎么那么傻 所以我们很多很多的同修们 像老师 我那里有更好的师傅 在教华 我能不能去 我说可以去 可以去 你一定要去 去那边怎么 可以学续个言 我们都用去口来续言 所以大家 你们有好的老师 你们可以去 去续教华 去学更好的法 各位不要 不律师 我这里 好 可往朝西餐厥 餐了去餐餐 餐餐 然后 一餐餐之后 再做一个决定 是要跟着我走 或者跟着他走 那都很好 法本是一嘛 法只有一种 在世界上都是一个心 人与人之间 这心就是光 心的光 心与心 光与光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体悟到 你会体悟到 这个团体是一个希望 你会体悟到 世间是一个希望 任何一个地方 任何一个偶 任何一个一角 一个角落 所有 所有 法界众生 有这个园 都是生生世世 本着一个续言 续言 以细 未来生的园 我来世间 走 这一趟 所以各位 你们有好的老师 你们也要去 好的法师 讲得很好 有修行的法师 你们要多去 跟他们亲近 这样我们这一生才不会白走 你需要一经风水方面的 你就来到这里 我们的法师 讲师们 教你们 要佛法 很多出家的法师们 他们修得很好 你们多打开电视 多听法师们的讲道 你们不要怕说 哎呀 我现在学一学了 因为这个 尤其听老师 好像对老师不忠 不是这个道理 法本是一 法是一种 我们的法就是心 心是光 整个宇宙虚空 都是光的 相融会在一起 那么有没有分 没有分 漫行待机都是圆 漫行待机都是有缘 但是明天 不能全部跑掉 现在是空气还要回来 你们可以去参谈 可以去参谈悟道 再来 一日命门人自成 叫自成的弟子 如聪明多字 可为武道朝西听华 叫他说他是很聪明的 可能智慧比较有智慧 可以到朝西 去那边听华 受华 接这个华 若有所闻 尽心记起 若有所闻 所听到好的华 用心要记起来 古代没有录音机 所以我们现代的人修行比较好 都有录音机 录影机了嘛 用心记起来 不是用头脑记哦 用头脑记记不起来 用心记起来 尽心记起还未无说啦 回来还要告诉我 有什么好的法 能够得到什么的法 过去呢 我在学到的过程之中 我们有师兄师姐 回到祖书里去听祖书开示 回来我还问说 祖书有没有开示什么 祖书开示回来 我还是静心的在听 回来自己还要自修 还要内修 了解祖书今天所讲的 他这种法是什么意思 有一次呢 我们的师兄 回到祖书那里 祖书咧骂他说 说我们你们的老师 你们老师过河 把这拐杖就丢掉了 过河就把船丢掉了 过河上面一个划船嘛 你把船就丢掉了 过河咧 过桥的鬼杂拐杖就丢掉了 我们的师兄 很生气 我们老师不是那种人 结果回来了 他闷闷不乐好多天 又不敢告诉我 你讲没有关系 我不会说你过河拆桥 也不会说你过河拐杖就甩掉了 我那师兄 主师也告诉这样 说老师你过了河 过了河 那个船你就丢掉了 过了桥了拐杖就甩掉 你通道都不懂 不要执着 不要执啊 过期心不可得啦 未来心不可得啦 现在心不可得啦 当你悟了 你要放下 河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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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 我最近很执着 所以祖师爷用这样开示 各位你们拐杖拿了就要甩掉 过了就要甩掉了 你不要拿着 吃饭也拿着 小便人拿着 大便人拿着 什么睡觉也拿着 那叫做执着 不要执着 过了几天 我又回到祖师那里 祖师爷又借了 新妈妈的开示 开示 你们的徒弟来了 以后为徒弟们 开示 直接契入新华 所以我很感恩 祖师爷一面再告诉我 什么事情不要去执着 你过去心不可抖 现在心不可抖 未来心不可抖 你太多的执着 你会晃不掉 一晃不掉 晃不下 怀恼就来 怀恼就来 你就没有办法马上顿悟 所以六指 惠灵大师 他所悟到的一句话 应无所住而生惜心 应无所住而生惜心 这一句话非常地重要 你怀恼什么事情 来就来嘛 去就去嘛 不要生惜心 不要再放在你的心里面 人家对你说一句好话 你就高兴了好几辈子 人家对你说半句不好的话 你就要怀恼一辈子 那个也不必 怀恼来的时候 你要感谢他 要感谢他 给你的提醒 你告诉自己 你怀恼到了 给你的提醒 不是这个人给你提醒 还有周围我们的法界 诸佛菩萨 借着他的口 借着他的心 心心相应 来告诉你 你的法 所以禅宗 在告诉你的事 开述我们的 都是相对的 相对的 相对的 你说这里我悟这里 但是你要先了解到 这位大师所讲的话语 开师的话语 然后你用 他讲这句话什么 马上进入来相呼应 也因为这样 我们中国人才有对联 才有对联 过年才有对联 一言复始万象更新 上面是恒年 永远是一言复始万象更新 这边 最简单的 一言之计在于生 一辈子之计在于修行 对啊 你从这儿去悟 所以我们台湾 每一个 家家夫 都有禅宗 都是水禅宗 那我最近 我们师兄的老师啊 明年的对人呢 你赶快写好不好 赶快印起来 我说好啊 那我今天 今年所写的对人呢 都往常的 静静过着去修行 贴了 早上起来练一遍 晚上回来练一遍 你也许 你马上在家 家家夫妇都是佛 家家这夫妇都是成就者 这样可以吗 不是吧 所以这个也是惨啊 也是惨 所以不悟由于夜夺灯 无窗暗示夺光明 你不去悟到的时候 好像晚上夺到一盏盏的灯 无窗暗示夺光明 没有窗户 光着你夺的光明 还是那么一点点的光明 此生不悟今生度啦 如果你这一生 你不悟今生要度 要修行的话 更待何时度此生呢 等到什么时候 你才能悟到呢 才能成就呢 所以我们这个大使 古圣先贤 给予我们的开示 不悟由于夜夺灯 无窗暗示夺光明 此生不悟今生度 更待何时度此生 这个就是我们禅宗至高 无上的境界的妙华 好 我们早上到这里 我们下午呢 来继续来讲解六祖会龙大师 《华宝谈经》 《华宝谈经》 这个顿建平 一悟 你会把千年万年黑暗 全部把它化为光明的世界 如果不悟 我们任你怎么样千方百计来计较 到最后那一刹那 还是黑暗的 当我们人要走了 气要断那一段时间 一定先从眼睛张亮 全部一片 让无窗暗示 全部关起来 什么都看不到 你们有体验过的请几手 有没有 是忘记了而已 过去生无量姐来 官官必必必必合合 就是无量姐来 所以我们一悟的时候 你即使眼睛关起来 头只是十分之一而已 心 心是整个的全部 心是我们一切法的根源 即使眼睛关起来 心灵的世界还是光明 我在75年的时候 当天早上说 不可说什么时间 但是自我自己亲身的时候 就在75年 当你南无阿弥陀佛念到最后那一刹那 眼睛张亮也看不到 没有就没有 一片是黑的 那么那一刹那你会紧张 还好我在一直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我 所以我自己心灵从这里放出光明 放光来 眼睛关了 只有自己去体验 那么我们时时心灵这里充满的滑喜的时候 你的思维 眼睛眼和鼻舌身 这是一个短暂的 一个窗帘而已 一个光明而已 所以不悟有如夜夺灯 无窗暗示夺光明 那个很容易被关起来的 你很容易 因为外境 烦恼 把你的心灵 这个心灵之窗 这个光明 卡着关起来 无窗暗示夺光明 你突然间来了 当然地球转过去 也黑暗下来了 所以自己要去创造一个心灵世界的佛境图 那么就是金刚经 可以帮我们创造我们心灵世界的净土 所以这我们的六指弹经讲完了 我们讲金刚经好不好 也希望各位同学 你们要好好把握 世间的当然很重要 但是世间迟早会有一个段落 早上一位菩萨 我们师姐的妈妈 98岁了 98岁了 最近精神正够恍惚 我说明天观念菩萨圣日 年纪吃了越多的人 观念菩萨佛诞日的前后五天 都是他走的机会 前后五天都是他走的机会 你们记住 以后要走 菩萨的前后五天 你们走是最好 前五天后五天 这个就是我们在世间上的世间 所以我们误了 你一片是光明的世界 不误了一片还是黑暗的世界 我们这一节继续来讲顿建平 早上神秀大师叫他的徒弟自成 去行法去接法 那么徒弟呢 他也就懵懵懂懂了 就到朝西 要来听道 听法 自成禀命之朝西 随而参情 不远来述 十 祖师告纵约 告知大纵约 今有道法之人 潜在此会 自成吉思礼拜 据臣其事 施约 如从一前来 应是细作 对约不是 施约何都不是呢 这一位自成呢 他对约说 何都不是呢 祖师爷说何都不是 又对约了 未说即是 说了不是 施约了 如之是若未示众 你的师父是为了开示众生吗 对约 常指挥大家 大众 住心静观 常坐不愕 施约了 住心静观 士病回禅 常坐居身 于理合意 听武纪约 生来坐不愕 使气 我不坐 一句臭骨头 何为立功课 何这段很妙 这段叫妙很妙很妙 自成 禀命 自朝西 水中参与 这个是糊涂的地址 书夫要你去请华 你应该到那里 到哪里要去接华 要请华 你一定要进住的时候 先禀报 要先禀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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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岛之国平田香 缠尽双修剑真心 老天赐福建天叹 祖德流芳蝉几山 黄岛之国平田香 缠尽双修剑真心 老天赐福建天叹 祖德流芳蝉几山 祖德流芳蝉几山 优优 独立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